好,各位,我们继续。我们人生在世,要做种种的事,面对种种的人和种种的关系,似乎种种的事,种种的关系都有得分离,等待我们先去知道它。 这样的想法,在王阳明看来,根本上错了。你懂得的,再多也没用,那个跟你心脱离的理,你知道了有什么用。 为什么许多人说话的道理一套一套,却不能是这样的? 经验在哪里呢?这封理不是从他心中体会到的。 是吧?是从脑从外部掌握的,然后大家都承认只是理,然后我也知道它是一道我平平做不到的。 因为不从心中体会之语,离从心中而来。 我们该怎么对待父母所的事呢?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床州以前。 父母偏爱了,比如说,有三个儿庭。 父母最终偏爱一个第三个孩子。 当时呢,苦淡了。 当时,他们做很多事情,是吧? 那么第二个孩子呢,狡猾的。 第三个孩子呢,对得崇拜。 那么你作为长子,你该怎么想这些事呢? 于是你觉得,我还是要尽我的孝贼礼仪。 就是说,我不能做错了,做错了不好。 不符合规伴,只规伴不从心中而出。 现在连规伴都没有了,是吧? 父母和孩子对拨工厂。 或者父母把孩子告到法,或者孩子把父母告到法, 就为了那边猜一猜。 这种事情做完,电视台经常要过。 那么几个百阿姨出来,是吧? 讲讲儒家的基本道理,是吧? 讲的虽然浅显,也还是儒家的道理。 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别争了。 谁赢了,都不是好事情。 父母胜诉了,他会有幸福感吗? 孩子胜诉了,他会有幸福感吗? 这道理讲的对话。 可见,大学问一天讲,当时明朝的处境跟现在颇相似啊。 我们看第七点。 这一开始,这一段就非常有意思。 大人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是吧? 其是天下有一家,中国有一人一家。 若不奸行害而分而我。 人与人之间行害间隔,是吧? 然后屈服说,你和我来。 这叫小人。 大人是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非一体也。 不是他故意这么能够做到的。 其心之仁,本来如此。 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其为大人。 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 这他并明明白而已。 就要明明得嘛。 不明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有这个东西。 。 此话怎么讲,底下说得好。 师父,既然如此如己。 有小孩子掉到这里去了。 并有忽贴成瘾之心耶。 这是你办法的哈。 有乃之心。 你不可能不忽贴。 不可能不成瘾。 有净苦的啊。 然后,这个同情啊。 谁都不可能。 这里无分大人和小人。 就今天中国社会抓包到如此清楚, 还是会看到有些公共场所啊。 那些人是什么呀? 马上就出来了。 是最近活望的事情啊。 这比方公教车上一个女性啊。 突然心脏比发起来了。 你们看到这件事就没有吧? 然后马上这个寿票员, 马上就打药药, 然后这许多成的留在那里帮他。 那没办法。 这叫后天参与资讯。 我们跟这个小孩之间行海间隔。 打破这个寻海间的,让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什么?让我们这小孩连为一体的是什么? 霍天彻影啊!这个寻海就来了嘛! 刺其人,与卢子为一体了。卢子有同类者也。 这还能弄理解啊,因为我看到小孩他也是人,我也是人。 那么这样一个活跌生命之心,不是自然而然也能弄理解。 那么如果非同类呢? 底下说:"见鸟兽之哀铃古树,而必有不能之心。 这时候我们的人就与鸟兽而为一体。 鸟兽有有知觉者也。 这人还比较相近啊。 那么草莫无知觉,无灵性了。 那么,见鸟兽之吹者,必有鸟兽之心焉。 一股地践踏花草。 我们也生鸟兽之心的。 这时候我们的人就是与草莫无一体啊。 草莫有有生意者也。 就是他还是生命。 那么没生命的呢? 见瓦兽是毁坏了,被有故事之心焉。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 无其物也是我们的生存环境,不一万。 一瓦一世,是吧? 一端的去破坏它干嘛。 这使得我们的人与瓦兽也为一体。 这叫人心感同万物。 突破了一切形骸之间,包括我们跟瓦兽之间的间隔。 虽想人之心,亦必有之。 是乃,是就这个,乃更与天命之心。 而自然临遭不昧者也。 事故为之明德。 明就是我们的心。 心本有着属性,叫明德。 明德就是人。 公子所说的人实在来就是,明是得也。 心之则也。 就是Votion。 我们的心之则也能成为人心。 还有这个Votion,这个Votion。 这个则就是什么? 这个人很伟大。 这个人很伟大。 伟大的什么? 把我们在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这叫一体,这个人。 这个人很伟大。 别跟老外讲。 那么,你怎么办? 宇宙嘛,就是物质的宇宙。 比如说,霍金在宇宙的时候。 那么,中国人说宇宙变是五星, 五星就是宇宙。 那么,我就不研究物质的宇宙。 太阳系,明和视也就不研究了。 就研究你的心,肯定在研究宇宙。 这算什么话。 你别跟老外讲,他听不懂。 然后,跟老外的持续下讲。 他也听了。 你跟他讲生物学,什么进化论。 你承认过生物。 生命的前提是无稽物啊。 整个无稽的世界, 是不是只趋向一个生命的世界? 那么,生命的世界, 就是简单的生物, 会走向了多种多样的植物嘛。 所有的植物都指向什么? 动物的生命。 因为成物是佛物的食物。 是吧? 佛物的生命是指向什么? 人物就又来了。 整个宇宙就像与生命的灵物。 欧洲人同意过同意。 那么,生命就起来什么? 生命是情感。 那叫心。 这个情感的根本是什么? 人物。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达了能的那种简单的, 机械决定的进化论, 也占不进行。 宇宙有它内在的窝点。 取下来生命。 生命取下来最高的生命情感。 人。 人叫什么? 有情物。 佛教说呢哈, 最高的有情物。 我们可以正正地, 跟欧洲思想对话。 我说天地之间要一个人干嘛? 人与天地三,是吧? 一、二、三、三、三。 对吧? 把它改一个字叫什么? 改一个字叫什么? 人哪有个字叫什么? 与天地三。 天、地、人。 人就这样。 人靠什么? 这个人靠什么? 与天地三。 小人自信也是信。 它是德。 小人自信的德也是什么? 人。 很受残忠的思想。 与天地。 与天地。 人皆有活性。 用不可轻视论论者。 哪怕是违非坐在着犯罪的人。 他不信孩子。 所以, 黄阳梅讲的话, 真是从禅中哪里来? 脱胎而成儒家的思想。 所以, 小人自信。 问题, 为什么它被称为小人自信了呢? 它本有那个心思德, 明德。 是因为什么? 风格矮漏矣。 所以, 这就是什么? 形态是间隔。 因为是形态是间隔, 就是从区库上起。 从区库上起。 因为区库的关系, 才间隔了事案。 就是从区库上起。 或者是间隔上起。 不就是风格矮漏。 因为风格矮漏。 而其一体之人, 有能不媚若死者, 是其未动于运。 如果一体之人还没有遮蔽掉的话, 是因为他的运还没动。 而未必于私之时, 这时候他的人还在。 其动于运, 必于失。 结果是什么? 厉害相公。 不愤怒相激。 这将将无其类。 无所奉励。 无所奉励。 或过骨肉相害。 都来。 无所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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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他们食物,你不是在幻养一个动物吗? 有和谐者非有余色,有余色者非有万荣。 我还没说,虚是有个深爱作根,便自然如此。 爱如果很分很大,不仅是给予自己的亲人, 给予朋友,给予民主,给予天下, 那么大爱,是大爱才能有伟大的创造。 信息局的词写得好不好?真好! 后来有人就评论了,中国宋词的最高峰,就叫信息局。 那么那些词兵家,比较优秀的词兵家, 比如说王伯伟写人间词画,讲到了信息局。 然后还有一个词兵家,叫白语,那叫陈庭佐,清朝人。 他的词画叫白语斋词。 这里面说什么呢?说书东坡的词,那种旷达,信息局做着到。 在信息局的词,好有什么悲欲,就是悲剧的悲啊,成欲的欲。 书东坡万不能达,万不能道,书东坡大不道的道。 Şimdioring 括弯弦 好好运和规律,那 común comelen,是写得多好。 圣一五衰 第一句话就是 用点的 用的那么字 圣一五衰 我就老了 唱平生交友 这位置许多朋友 唱平生交友 凌落 你们都走了 至今雨起 今天还剩下几个 白发空垂里三千丈 一笑人间暗属 问何物能令公使 这世界还什么东西 那个当时开心的 我见青山多无谓 料青山见我 丁如是 青羽毛 略消失 这种诗怎么写出来 大爱再去 何处望省州 满眼风光 北顾柔 千古兴王氏 悠悠 不禁长江滚滚流 这就写这三国的时候啊 我就不背识了 他就表明说嘛 如是写得好的死来死了 极深刻的 极博大的爱 所以后能万不能道 就你的情是学不了的 苏东坡那个大情大爱 你没道 你模仿有利用啊 这模仿出一个粗豪的样子来 竟是这个死学不了 这种死学得多妙 对一跳都看见 问回吹角流 八百里本荤下死 五十玄翻三外生 沙场丘典兵 来到生不住年时啊 荣失未愁 喝酒喝多了 这种呢 梦也回到当时了 那个场面多好大 八百里本荤下死 有生一百八百里本荤下死 士兵又变在死 若得若是将军事里 他跑 就留下来 今天是若 奔回下死 然后又有人谈出 音乐叫 五十玄翻三外生 沙场丘典 八座的路 毁坏 功努拼律玄今 了却君王天下死 留得生前生后名 可怜百发生 那梦想过来 老大 事也未成了 多么雄豪 北云 好处 怎么显得出来 这种伟大的文学创造 毛泽东医生最爱的死 就是信死 所以他会在他的心里面 好处 我只是举个意思 所以王阳的心里有道理 不是说你要去学 许许多多的万物事物的道理 对吧 心结底 中国人应该有英雄喜爱 是英雄喜爱来之心 不要阴阴阔狗狗 三十一多年下来 阴阴阔狗狗狗到今天 如果阳明先生再世 那他痛听尽数 好在他的文章在 那个传学路在 修行还是要从阶段 第五篇呢 第十篇第五篇 第十篇还是送到前面说下来 什么叫死心 自善就是死心 存乎天理之结实 我上午讲的这个级表是什么 标准 你满心里边 没有任何 小我的想法 参大起见 你满心之间 全是天理的标准 而且是纯的 那叫什么 静静 足色的静 对吧 那叫自善 那个 郑昭树 问了 自善 亦需由 从事物上求者 杨明回答 自善只是此心 存乎天理之结 便是 更于事物上 更于事物上 怎样求呢 整身求 且事说 己见 反过来问他 你能举个例子吗 如何从事情上求 这 至善 且如事情 如何为温轻之解 如何为奉养之仪 需求个适当方式 至善 所以有学问 思辨之功 杨明回答说 若者是温轻之结 奉养之仪 可一日 二日 讲之用尽 讲之而尽 用得神学问 思辨 唯于温轻之时 天冷了 要让父母温暖 夏天要让他们清凉 叫温轻之结 唯于温轻之时 也只要此心 存乎天理之结 凤阳时 也只要此心 存乎天理之结 使这非有学问 思辨之功 将不免于 好理天理之谬 如果是这样的事情 非要有学问 思辨之功 才能做 那不就是 世之好理 察之权理 所以虽在圣人 尤加经一致训 若者是那些 移结求得事当 做法是恰到的 便称他为自善 这如今半戏子 有为演员 演出许多 温轻奉养的 移结来 这就是对了 那么他们就可以 叫自善了 表演得非常好 是吧 这就叫移生了 温轻奉养 都不是外部的遗色 如果是外部的遗色 那么演员的 演得很恰当了 那么演员的表演 就是自善了 那么有人就 问我还没兴趣 比如说父母生病了 你都得要有知识吧 帮他解决问题吧 你光有一份存孝之心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 处理你什么用 我想你对付你这一天的 他说什么 可一日二日将之用而尽 你学什么学习 你学什么学习 也不是反对学习的啊 我父亲当年 有了严重的病症 我马上就到处询问 另外一年我父亲去世了 去世之间 我尽了所有的灵害人了解 这种疾病的来龙虚排 确实也就几天就可以懂的 对吧 真正要懂吧 你要从医学专家啊 那么否则你就自己做医生了 你都把它送到医院里 对吧 送到医院里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 懂得怎么弄 这一日二日就可以了 关键你还在起铁堂 是吧 我后来最大的后悔是什么 各位我看出来告诉各位 送到了什么 ICU 以为他能救了 不行了 死地不可去 从此后悔不变 永远没办法 所以这个讲求要讲求一点 之后才知道 对吧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都是放复内心的 是吧 无不当处 不然我发现不行了 我马上叫药学徒下来 医生就打电话问我了 我刚刚从医院就说 他说现在不行要学压了 下去了啊 危险了 那个要用不要活 我说不用了 再用就是让他继续折磨了 已经无可完毁了 这就是内心了 听起来的 这些事情就是生活中的大关节 遇到了你什么办的了 知识要有的 但最重要的是 这些做法是回答 现在医学技术太过分了 他正有各种手段 学压不行了 两个学压 怎么不行 他就有办法 然后就掉在那里 其实根本没入来 还是有这一个好手 那个人身体本来是蛮好的 因为车祸 对吧 那在家里挑选 有生怀的希望 我父亲得到还一声 我就歪气 你怎么入住没办法 千万不跟到那里去了 后来我总算其实幸福了 病子 辅血就不干 是吧 那个药不注射 一注射他血压又起来了 你们还掉在那里 已经不堪称授了 他也说不出话 那就拼一封心吧 这些事情都是很惨痛的 所以我参与了 参与了 参与了 那叫喜压 按照儒家的精神一定领许 爱人死 各位同意吧 按照西方的法律 谁要讨论呢 我一定立下一个遗嘱 跟我的孩子讲 其实是什么 或者是千万不允许 做我的孩子允许 当然最好的是先修得好一点 对啊 得的根本 觉得我们 对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 死得好好的 好好的走 这是最低限度的追求 无解而走 知道了 这就是真正的 叫秒生死 那么罗涵 这个境界不许达到的 生和死都是大事 世人生死死大 所以说 到了这里 听到这句话之后 许爱在边上是吧 爱与世人又有情 又有情物了 第五篇来是讲 自行合业 自行合业跟其他一些段落 都讲自行合业的合起来一起讲 不得按照这个项目 我们讲这个 第六节 第六节要紧的部分呢 就是三十三页 第三段 第三个字来翻路 将我们进入王阳的心血 这第三就是我们 养智的心是吧 它是在分三种阶段 三个阶段 它是分去什么呢 大学中了 有一种叫 有一种的叫生而自自 还有一种的叫学而自自 还有一种的叫宽而自自 每个人都有 空下来 还有遍 我们大多数人在第七种 学二十字已经有点荡词了 这个如禅宗讲 人确实有慧根的生间 上根之内 中根之内 下根之内 一般我们都是靠着小根子人 我们是小根子人 我们看着第三个自然当中 王阳明说 子下 就是孔子这个弟子了 独信圣人 真子反求诸子 这两个人境界不大一样啊 子下根就是什么 孔子教 孔子教什么 他就信什么 对吧 独信 真子是什么 独信实想去解考 反求诸子 那么 独信固意识 难不如反求诸子欺 反求诸子欺呢 才什么 真欺 经济不得已心 爱可牛语就闻 就跟那个其爱说 你现在心中还没有认会 你千万回 折索于以前的听说的学说 不求适当 怎么好 不求本该如此 就如 诸子欺 真信 成体 知其不得已心处 亦何尝构重 诸子跟诚意诚好的关系啊 一开始是诚意诚好 启发他 启发他 他当然信了 但是 神子所说的话 有些 诸子欺觉得不得已心 那么 他就要独立思考了 不是构重 不随便的更重 经义 博约 静心 本质与五说吻合 但未知识 比如说 诸子讲经义 讲博约 也讲静心 本来应该说跟我王阳明的学物词 是 知道吗 但是 诸子欺没加以深思 诸子格物之训 未免千和福慧 非其本子 今是一子公 对事物的道理的精通 是来自信的专一 博是月子公 是吧 博是月的公主 月人 月人是谁呢 就是时爱 时爱是月人 既明 你既然明白了自行合业的学说 此刻一言而喻 你既然明白这道理 我跟你一句话 就会明白 静心 自信 自天 这是孟师的话 静心 把本心呈现了 性 能性的性 自然就知道 然后呢 天道也就知道 这叫什么 生之安心 生而自自的人 他的行本来就很安 因为在天道中 这叫生之安心的事 诚心养性世间 这叫学之力行 我们学儒家的学问 学空子的学问 有利于我们的生命世界 前面的什么不需要 生之安心 那是生而自自的人 那孔子也是生而自自 其实慧能也是生而自自 这些全叫上根子 没办法 怎么解释 解释不了 只有佛家来解释 那 素慧 天师在哪里 他带着使命来 孔子也带着使命来 孔子呢 关于世纪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 误得比较晚 叫五十二之天命 这次之前孔子还有政治报复 是吧 周游列国到处去推销他的政治底下和政治高明 黄黄然如上甲实权 五十二岁之后 这房子明白了 这不是我的事情 政治这件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他的七十二弟子当中 倒是有些人可以搞政治的 我请他们参观异象的 后来讲 看他们各自在异象 然后孔子一年的评论 他自己是做不了真实的 五十岁之后他持天命 他知道自己来到这世界了 总也知道是未来这件事情 论到来的 所以五十岁之后 这孔子叫什么 发愤忘食 不知老子将死 他知道他论到会比别人论得更好些 他就做这件事情来了 那就明白了 慧能恐怕病毒 你听到那个什么 金刚经事八个事他就明白了 因无所属的什么 一定要找找我们发生 然后他带着使命来了 就是前世带来的 这个安排真实有意思 第一要让他什么 三岁上 所以他就不能设置 设计数学 需要个门马 这时候国家的事情 需要门马 然后才让残忠的学问 从小数门人的 竞争活动的圈子里面 解放出来 让他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信念 需要个门马来做 门马来做 活着水下去 所以他就不设置了 有道理他是带着这个来的 然后他一定要自控 十五年隐居到处有人追他 恶人捉醒了 追醒了 到处中朝西朝了 总算在那大凡事开墙了 越来越来越杀他 一辈子没太沉默 穷苦的很好 我们到南华市去过 看到那个面向就知道 一个穷人 一个孔人 你把他跟神修鼻子去知道 佛教界也有富贵和平坚差别 神修的庄严面向 富败 然后送离开鼻子吧 不高的 有人去神修水水水 你完成事情去知道 很有道理的 当然 当时儒家不这么说 虽然对命有深刻的灵魂 孟子还说 五百年庇有什么 王者性 他不是说有命有天命的 这也是毫无疑 这佛教界天命的说法 是业力在流算的 然后再说 使命和术会来了 完成了就走了 其实当时啊 那个五百天和那个皇帝都要求 什么 会人到北面去 总被朝廷供养他们的 他卸决了 他知道他的使命 不是到朝廷里面去 短坐在哪里啊 我有给他 王继将将开示 他要配老短信长一段 跟三教九流 饮车卖江车流 私農工商 这是他的使命 好 我们这个就不展开了 那么生之安行的人 我们轮不上了 在座也轮不上 生之安行 那些会人就生之安行 这也是多大的苦 他安行 对吧 反正我使得行 就使进来的 那么学了 学之力行 就得做做吧 这样的情况叫什么呢 全心养性四天 全心养性四天赏会到 那么最起码你要什么 困之免心 你遇到生活中的巨大的困窘之后 你才知道要学啊 你困而自治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天底下的事情 第一是什么 生死 或者长一点 还是短一点 所以我们发现 无关系 这是命 叫药兽 薄厄 薄厄 修身 以死 孟生以死 人各有名 顺受其政 是吧 莫非命也顺受其政 是吧 是吧 莫非命也顺受其政 是什么意思 正就是证明 不能乱来的 你发现人家帮你算过来的 在云先生说 你可以活到一百多岁的 你怕什么 那个墙快倒了我就在那边 不是私欲 这我叫 这一词叫私欲是吧 对 要奉受其政 你要活到长一点短一点也会有力的 只要你 顺受其政 就可以 这件事情呢 到一定的岁数上之后 经历过许多了 大概相信他 刚才戴农朝阿伦老师 就问我 我们这些去年前年跟走了一个 对面年龄不大的 一个在一次去世 一个在未至去世 一个在未至去世 我怎么回答呢 我当时没有回答他 其实就是识得 莫非命也 那个去年时候大家有个名气很大 各位 学术上很有成就 拿到最早的一次是规模很大的各位 我生生都机会到 这一切都是人间富贵的阴云而已 对吧 莫非命也 这第一个反应我还活着 叫教兴啊 那你现在就想一想啊 难过来相信你不命 所以公子叫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所以第一个境界叫什么 使命 我们这种困了自知的人 总算达到一个境界 在说呢 古老本人的主要是对的 静人是一代 做好自己代表 是就等待 我们跳过几行啊 看三十三月 到处第二个自然段落的最后几行啊 见德 至于啊 亚兽伯尔 看到这行啊 至于亚兽伯尔 其心 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 不可以穷通咬兽之故 不要因为穷通咬兽 有差别 有的是空窘 有的是通达 就富贵贫贱贱 是吧 穷就是贫贱 富贵名利多有 还有一个咬和兽 有这种区别 就把为善的心变了 不应该这样 只去修身 以示命 见德 穷通咬兽 有个命在 要先懂这个道理 武艺 我义不必以此动心 前面一个境界叫四天 是吧 学之力行者叫四天 那么困自面心的人叫什么 四命 四天 还与天有二 为二 以自见得 有个见得个天在面前 四命是什么 便是未成见 在此等候 此便是初学 立心之始 有个困勉的意识在 所以他有贴系三个结算 第一个叫困而 集体 困勉而行 最成先要达到各位 达不到的人多什么呀 为什么 在富贵穷富鸟兽的事情上 还做刺激的努力 从事就跟我们没关系都知道 那叫命 信不信 绝不是你信 一个人到四十岁应该几位 我在这些学校过去 一个死人到了四十岁 他不相信有命 持人物体太差 是吧 你以为一个人物体是你的 行为的就是我吗 努力或者努力不够的就是我吗 不是的 所以 龙下讲了 一个人在学校第一个是什么 执命 所以叫做执命 无以为君子 然后子下说的就是什么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对吧 这不是公子说的 是子下说的 公子一定同意的 没错 没错 有了这一层之后 再谈下一层 那叫什么 学之理性 那叫四天 有了四天再往上层就走 叫知天 知天的人才能做 知周知见知子呢 来看到这一行吗 倒数第二段的第三行 知天 卢 知周知见知知 有道理吧 中国古代官责的民族里边都有学问 为什么叫知线大人啊 为什么叫知线大人啊 知周大人啊 一个知知线包在前面 为什么 周也罢 线也罢 福也罢 都是天 人民生活就是天 你不知天如何去做父母官 你去做父母官 你哪怕做个芝麻豆豆官 那叫知线是吧 你已经是什么 把自己跟天合在一起了 他叫什么 是自己奉上的事 集与天为一 现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边 多少人把自己 看成分天为一 不是吧 但至少每个 叫谁啊 叫下 对吧 他是叫什么 自己奉上师 集与天 唯一 是天叫什么 中国人民的生活 那么谁打他 希望底下的干 一个人都叫知线 知线 知线 对吧 你这么许望 那么你知了就要行啊 那叫知行 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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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王爷们抬起来 对你 那么各位 并非不乎 你这个企业也是天 前面也加个字 加得上去吧 应该加上去 将来是中国官员的 全叫政治公民员 整个社会的基本的 动凶是罪 绝不是政治公民员 这是吧 企业家 学问家 将军 俊人 对吧 翻识重组 那叫动凶 都要知啊 王阳明星学在今天要发扬王达 虽然政治模式一定变 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他得知 企业家可知道资本的真实 他就不知 作学问者可知道资本的名声 他就不知 时间到了 就先讲到这里